韩国牵连影帝黄正明在电影《新世界》里一对多的战斗一战成名 被影迷分为电梯战神 多年来他饰演的反派角色更是让人看得瑟瑟发抖 但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黄正明被绑架了 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新名音 那到底是谁胆大包天竟然敢公然绑架明星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起轰动韩国的大事件 影片开头 明仔正在发布会现场为自己的芯片做宣传 可在回家的路上却被坏人盯上了 他平时回家都是将车停在离家不远的便利店门口 并把车钥匙放在便利店 让店长给他保管 看得出来这个店长和他很熟悉 每次他来存放物品 店长都会跟他分享一些热点新闻 今天又给他看了一篇关于女孩被绑架的案件 但他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 因为今天他的老婆出差了 难得的自由本想回家好好放松一下 没想到意外却来得如此突然 黄正明刚走出便利店 就看见几个混混趴在他的豪车上 明目张胆地挽起了拍照 还没等他开口 平头哥就走到他面前对他言语攻击 起初明仔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那嘲笑他们没见过世面 这时从他们身后走出一个青年 上来就要跟他握手 可明仔却小瞧了对方 刚把手伸出去就被钻出了猪叫声 没想到这小子力气如此之大 而就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斯文的青年 正是这几个混混的头子 阿金 接着阿金要求跟他拍张合照 但身份高贵的明仔却一口回绝了他们 谁知混混们却得寸进尺 开始询问其他的私生活 这下可惹怒了一再忍让的明仔 平头哥直接走上前 一头扎进他怀里 明仔虽然表现得很不耐烦 但几个混混将他围住时 还是哑巴吃黄莲 压住了心中的怒火 本以为混混们会就此放过他 没想到他还没走到家门口 突然身后一辆大卡车朝他驶来 车上下来几个黑衣人 直接用电机将他电晕 等他醒来时 交代一丝投靠立宅 没错 黄正明真的被绑架了 看着这个熟悉的面孔 正是之前在家门口 挑衅自己的平头哥 平头哥热情地和他一起拍着视频 还摆着各种搞怪表情 明仔本以为这是他们搞的一场真人直播秀 结果刚开信不到三秒 就被一拳重击直接打回现实 赫赫有名的巨星黄正明居然被绑架了 地上还躺着一个伤痕累累的女孩 而这个女孩正是他在便利店看到的那个失踪者 看见女人提着水壶 她迫不及待地张开嘴狂饮一番 看样子像是连续几天都没吃过饭 明仔环顾四周 才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 就在这时混混头子阿金走过来 直接给他播放一段提前录制的视频 视频中的人正是前几天被阿金绑架的咖啡店老板 只因没有筹到足够的赎金 就被阿金一枪爆了头 明仔看完视频后倒吸一口凉气 这不明摆着告诉他不听话的下场就跟他一样吗 就在他惊魂未定时 阿金却把目标转移到小女孩身上 只见混混们一把拽起瘦弱的女孩 阿金用枪指着女孩头部 问他能拿出多少钱来赎身 女孩为了保命只好答应给他们两一含冤 但事实上女孩根本就没钱 阿金见女孩没有利用价值 便想一枪解决他 胆战心惊的明仔见状赶紧让他们助手 并主动提出给他五一含园 但阿金好不容易掉到一条大鱼 怎么可能五一含园就放了他们 被枪指着脑袋的明仔脑子飞速旋转 连忙向阿金解释不是指给五一含园 因为银行一天最多只能取出五一 现在他不怕花多少钱 只希望对方收到钱后能尽快放了他们 但如果想大额度转账需要输入动态六位数字 可是现在动态卡片根本没在他身上 面对混混的逼供 明仔想到老婆孩子都出国旅游 只能让他们自己去家里拿 警惕的阿金临走时嘱咐手下看好人质 十点前见不到自己回来就四条 可谁知平头哥却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傻乎乎的兔头 自己则带着女友去仓库入口布置炸弹 趁兔头到处闲逛之际 满身伤痕的女孩 压着嗓门小心翼翼地向明仔致邪 绑匪的恶劣手段让女孩受了很大刺激 他天真的以为绑匪拿到明仔的钱就能放了他俩 但作为千念影帝的明仔 以他多次饰演反派角色的经验来看 今天这波绑匪都没戴口罩暴露了长相 那就说明他们有信心不被抓到 或者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活口 听到这话女孩满眼绝望 而他附近地上散落的玻璃茶子 让明仔看到一线生机 王正明最会演痞子了 可这次他却被痞子绑架了 于是趁绑匪不在 他让女孩把地上的碎玻璃茶子踢过来 吓破胆的女孩哪里还敢惹是生非 直接拒绝了明仔的求助 在明仔苦口婆心的鼓励下 女孩惶恐不安的朝目标魔洞 绑在凳子上的明仔 看着近在眼前的玻璃茶子满眼无奈 但唯一活命的机会不能就此错误 他顾不上害怕颠簸地磨动着眼 好不容易离玻璃近在咫尺手还够不到 这时外面的女混混似乎有所察觉 他一步步走进仓库 听见脚步声的明仔慌了 这要是被女混混发现 还不知道又要受什么酷刑 好在明仔身手敏捷 在女混混没来之前 他使出洪荒之力坐了起来 看见女混混走进来 胆小的女孩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而明仔也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汗珠子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女绑匪过来直接呼了他一巴掌 警告他别再耍花招 女人离开后 明仔惊魂未定庆幸手里的玻璃没被发现 这紧张的气氛让屏幕前的小编都替他捏一把汗 然而就在这事情况有了转机 明仔的经纪人开始给他打电话 因为上午十点黄正明还有一场重要的记者采访会 如果联系不上他 经纪人肯定会选择报警 平头哥也担心事情被暴露 于是让他现在就给经纪人打电话报平安 可经纪人看到是陌生号码却果断挂掉 无奈他只能将电话打给熊哥 明仔保持平静的语速 让熊哥通知经纪人自己有事发布会推迟 明明是一句玩笑话 但明仔听后却心头一紧 就在平头哥催促挂电话之际 明仔话风突变 急忙说出两个记者的名字 平头哥见状直接挂掉电话 问他要转告那些记者什么 明仔集中生智表示上次的采访也是因为自己爽约 所以觉得很愧疚 平头哥放松警惕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接到阿金打来的电话 因为他在明仔家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动态卡片 他让平头哥勒住明仔的脖子 就在明仔快要窒息时 他突然想起原来那天回家将钥匙放在了便利店 阿金没心思跟他玩捉迷藏 于是警告明仔 如果拿不到钥匙就去问候你的家人 因为他查到了明仔的妻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黄正名咬牙切齿 却又发泄不出心中的怒火 阿金走到便利店 谎称是明仔委托他来拿物品 但店长也不是傻子 没有明仔的口信谁也别想拿走 说完就出去给明仔打电话 让他亲口让店长把东西交给他 可谁知刚刚逃过一劫的明仔却突发心病 平头哥以为他在演戏 夸赞他演技炸裂不愧是演员 可下一秒明仔裤子就流出不明液体 在女孩的催促下 绑匪赶紧给他松绑 但明仔依旧没有反应 女孩催促平头哥去买药 但平头哥却说 可就在他转身要走时 女友却一把拉住了他 他身之万一明仔真死了 一分钱都拿不到 平头哥赫然醒悟 赶紧开上车准备下山买药 可就在这时 阿金却打来了电话 听说仓库里只有他的女友和兔头看守 阿金瞬间急眼了 对着手机就是一顿臭骂 阿金知道事情不妙 于是急匆匆闯进便利店 将店长打晕 然后敲碎所有监控 但他却忽略了一点 因为刚当他进入便利店的画面 已经被警方拍到 而此时他只想尽快找到动态卡片 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 可连续三次输入都显示不正确 阿金这才发现自己被名仔耍了 与此同时经纪人接到熊哥的电话 而经纪人却说那两个并不是记者 而是电影里的两个刑警角色 两人这才察觉到不对劲 经纪人赶紧打开房门 发现屋里凌乱不堪一片狼藉 毫无质疑 明仔肯定出事了 他迅速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第一时间来到明仔家寻找线索 不料正巧撞见绑匪头子阿金 警察一眼辨认出他正是不久前 绑架失踪女孩的绑匪 可就在他们准备将其逮捕时 一名绑匪迅速开车冲了过来 阿金上车后 两人猛踩油门在街道上疯狂逃窜 警局迅速对阿金展开追捕 本以为这下阿金插翅也难逃了 可就在警察跟绑匪搏斗时 突然一个不寻常的矿泉水 从隔外也能住 等几人反应过来后 阿金已经逃之夭夭 而明仔这边果然如阿金所料 韩国影帝黄正明的演技到底有多炸烈 他躺在地上装死等一边的女孩 给他做人工呼吸 可一边的秃头却泛起了涟漪 只见他抿了抿胡子拉叉的小嘴 准备将毕生的出吻献出去 可就在这时 黄正明却瞪大了双眼 握紧手中的碎玻璃茶子 将秃头打晕过去 幸好这段吻戏没拍成功 要不然以后的颜面该往哪放 明仔迅速帮女孩解开束缚 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出仓库大门口 可大铁门却被牢牢锁住 这时女绑匪持枪追了过来 对着两人就开一枪 明仔趁机扑上前将他按倒在地 然后将枪甩到女孩身边 就在女绑匪挣脱明仔时 女孩勇敢地捡起枪 明仔见状拉起女孩 就往反方向逃跑 他们跑到一处茂密的树林中 而此时的平头哥也回来了 聪明的明仔想出一个法子 他让女孩在石头下藏好等待救援 自己去引开绑匪 可谁知明仔刚跑不远 女孩就被他们发现了 逃生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而明仔这边也没能逃出虎口 刚刚晕过去的秃头 也加入这场追逐战 秃头本是明仔的忠实粉丝 在明仔第一天被抓时 他就迫不及待地让明仔给他唱歌 但这次被明仔打晕 却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拿着枪紧紧跟在明仔身后 势必要将他生情 可随着一声枪响 明仔脚底一滑摔下伤 不知过了多久 昏迷的明仔从阵阵剧痛中醒来 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 忍着剧痛拔出尖锐的木柄 简单地给伤口做了个包扎 细皮嫩肉的电影明星 哪受过这种罪 而这些悲惨倒霉的情节 也只有他拍过的电影里才有 他越想越委屈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逃出这片山林 于是他拖着受伤的腿 一瘸一拐地寻觅着 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间小屋 这让明仔又惊又喜 衣衫不整地 他看不出一点大人物的样子 再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老人告诉他屋里有电话 让他进屋里报警 可明仔刚进屋 老人就把房间反锁了 明仔一脸疑惑 赶紧拿起电话报警 却发现电话根本就没有通电 就在这时平头哥也追了过来 他怀疑明仔就关在房间里 就在老人打开房门时 平头哥一板砖将他放倒在地上 不出意外黄正明又被绑架了 此时新闻上通缉阿金的消息铺天盖地 而阿金还没有放弃明仔的钱 他打电话给平头哥让明仔转接 想要继续威胁他说出动态解锁数字 而平头哥心里悲愤不已 他想要拿回绑架杀人案的分红 然后送中枪的女友去医院就职 但阿金却见死不就不给他钱 没钱寸步难行 这可惹怒了平头哥 他警告阿金 不给钱就杀掉明仔让他没有底牌 这下可好俩人彻底闹翻 阿金只能把电话打给兔头 兔头言听计从让明仔接听了电话 这是平头哥冲上前将手机砸碎 阿金得知平头哥叛逆只能另寻出路 但谁也没想到他会来警局自首 而他自首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卖猪队友 他答应帮警察救出明仔 但条件是要给他减刑20年 并每月给补贴300万韩元 警察本想讨价还价 但考虑到黄正明的身份高贵 最终还是答应了阿金过分的条件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规章制度 在阿金的带领下警方迅速驶向仓库 侦察组的俩人也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 平头哥正准备撕票跑路 兔头想要上前阻止 但下一秒 一无所有的平头哥眼中充斥着怒火 现在他对钱根本毫无兴趣 满脑子都是想着为女友报仇 此时的平头哥已经失去理智 用枪死死抵住明仔的头 让他哀求自己饶过他只杀掉女孩就好 这又给了明仔演戏的机会 只见他颤抖着嘴唇 一旁的女孩一脸惊讶超超起来 死亡边缘谁也靠不住啊 女孩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明仔的寂寞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虽然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来救他 但能多活一会试一会 就在这时 秃头从背后偷袭了平头哥 见平头哥没了反应 秃头赶紧帮明仔松满 其实秃头本质并不坏 他只是想拿点钱去救生病的母亲 却没想到被阿金等人坑惨了 就在明仔答应帮助他时 平头哥突然拿起枪 一枪打死了秃头 紧接着又朝明仔开枪 不料却损坏了电线 仓库里瞬间一片漆黑 明仔趁机带着女孩躲起来 而阿金这边也把警察带到仓库 可警察敲了半天也没人回应 诡异的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随后几人破门而入 却触发了一个机关 屋内各个角落都闪烁起绿灯 原来阿金自首是假 真正的目的是将他们引到仓库里连窝端 好在两个侦察员躲过一劫 他们很快找到平头哥 可没想到平头哥挟持了明仔 从后门开车逃跑 谁承想半路杀出个阿金 一枪打死了平头哥 明仔猛踩油门撞翻了阿金 这时两个侦察员赶到 不得不说 泡菜国警察果然低能 上赶门的找纵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能打 接下来就是明仔的主场了 只见他拿枪冲向阿金 两人正面交锋难分胜负 阿金 最后明仔用身体死死将阿金锁住 直到支援的警察 姗姗来迟赶到现场 才掰开明仔已经僵住的胳膊 她愣愣地坐在地上眼神中充满恐惧 看着眼前的救援人员和满身伤痕的警察 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类似电影中的场景 会在现实中发生在自己身上 随后躲起来的女孩也被救了出来 她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明仔的手 脸上写满心疼和感激 大战终于结束明仔也能休息了 这一休息就退影影视圈两年时间 而她的英勇事迹也被翻拍成电影 可当阿金饰演者出现时 明仔的表情却突然僵硬 眼神中充满恐惧 仿佛真正的阿金又出现在她面前 这部电影翻拍自刘德华主演的解救吴先生 也是取材于吴若福绑架案的真实事件 黄正明用本名出演也是导演柳亦为之 真实的角色身份更能带动观众的情绪 黄正明饰演的黄正明一人挑起大量 为了演出逼真的效果 他让工作人员把绳子绑得很紧 被绑匪勒住脖子也是真勒 这足以证明黄正明对演员这个身份的责任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